波兰女排世界联赛遭遇意外打击 中国女排神将驰援半决赛 蔡斌找准七寸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咱们中国女排在本次世界联赛半决赛正式打响之前 球队传来的一个神将驰援的消息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中国女排我们的惊喜曝光之后 也是让波兰队有一些备受打击的感觉 同样呢,也是让蔡斌教练能够在本次半决赛 更加有效的做出针对 能够去找准波兰队的七寸在场上去拿捏对手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别忘了给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 更多喜欢蔡斌的球迷朋友 能够看到这一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球队最新的一个世界联赛比赛的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呢,中国女排是在世界联赛总决赛当中 达到了半决赛的阶段 那么在这一次比赛里 中国女排也是很好的彰显球队实力 通过3比1击败了巴西队 能够去验证中国女排 把硬仗的实力获得了上升 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女排的球迷 也是有理由去期待后续中国女排 更加亮眼的表现 去期待更好的比赛成绩 而我们看到在半决赛当中 7月16号凌晨5点钟 去对阵波兰队这场比赛 也是中国女排的生死之战 因为本次比赛是采取淘汰赛 一旦在比赛当中输球的话 中国女排整个世界联赛的征程 将会直接嘎然而止 所以说面对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队员们需要给出更多的场上活力 那么整个球队也需要做出更好的针对才行 而且此前我们看到 那么在本场比赛打响之前 布兰女排方面 球队的核心队员斯蒂夏克 他也是谈到了中国女排相关的一些 比赛赛场之上的细节 他表示其实自己对于中国女排也是比较熟悉 那么也是了解咱们的优点和缺点 在比赛当中将会针对中国女排的缺点 而去大做文章 所以说这就证明 布兰队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是势在必得 在赛前也是做出了很好的战术分析 那么因此咱们中国女排 也应该用我们的特点去击败对手 也应该在赛前更好的做出模拟才行 而在本场比赛正式打响之前 那么蔡兵教练也是收获了一个 关于战术方面的一个提升 那么同时也是让咱们中国女排一位神将的持员 让球队注入到了更多的活力 那么这个人物是谁呢 正是时任中国排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赖亚文 作为中国女排前助理教练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女排总决赛的首轮比赛当中 在对阵巴西队的比赛里 那么赖亚文他是深陷中国女排比赛场边 而且呢身上是带了一个麦克风 对吧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情况也就证实这一次的比赛 那么赖亚文他也是非常重视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女排 在比赛里去给出更好的一个建议 那么能够给到中国女排更多的比赛助力 而在此前在郎平阶段 他是作为咱们中国女排的助教 可以说他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指导经验 也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相当强悍 对吧 所以这一次相信在对阵波兰队的整个备战过程当中 那么赖亚文一定能够给到蔡兵教练更多建议 也能够帮助咱们中国女排的队员们更好的鼓舞信心 那么能够让他们在场上彰显出球队的实力 而一旦中国女排能够在战术上获得更好的深化 那么对于半决赛对手波兰队确实遭遇到了意外打击 那么只要咱们中国女排能够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能够去把准七寸的话 蔡兵教练就一定能够去发挥出中国女排特点在场上 更好的去拿捏对手给到球迷惊喜答案 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着这场巅峰对决的正式开启 我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 能够去横扫对手 能够去迎来新的战放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之前聊球的朋友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 体育新闻事下期咱们接着聊